請問烏軍死亡人數是多少 這個很難講 因為有非常多種來源 到今年的統計 烏克蘭在今年2月公佈的死亡 是31,000人 俄羅斯說烏克蘭的死傷 高達50萬人 我覺得這個太誇張了 應該是包括受傷 如果你把只算死亡 那大概是3萬到5萬多 我講這個講軍人 這個愛我中國898 請問烏軍死亡人數是多少 這個很難講 因為有非常多種來源 我有找一些資料 我舉例告訴你 到今年的統計 烏克蘭政府說他死亡的 是我們只講死亡 因為受傷的我們就不額外講 烏克蘭在今年2月公佈的死亡 是31,000人 那美國有一個 有一個事故叫U.A. Losses 他評估是死了 5萬7,000多 那俄羅斯公佈的 實際上俄羅斯也沒有計算死亡 我們現在講的是軍人 因為如果還要算平民那是另外的 俄羅斯說烏克蘭的死傷 高達50萬人 我覺得這個太誇張了 應該是包括受傷的 比如說你去看別的國家像 挪威啊歐盟啊 美國啦 他們都認為大概死傷是10萬人左右 可是這個是包括傷 如果你把只算死亡 那大概是3萬到5萬多 我講這個講軍人 可是你如果是把平民也算進來 那馬里乌波爾 馬里乌波爾一般估計死亡的人就超過2萬人 那都是平民 那其他地方的死亡相對就比較少 因為這場戰爭是這樣啊 他在開戰之前啊 那基本上俄羅斯都會讓這個平民先被撤離啦 那馬里乌波爾是比較特殊啦 因為有一些民眾就是沒有離開 那這個地方打了3、4個月嘛 跟絞肉機一樣啊 所以死了蠻多人啊 那馬里乌波爾大概 平民估計大概死了2萬人啊 那我剛剛講這個烏克蘭的軍方 大概是死亡3萬多到5萬多 受傷不算 一般估計是攻擊方死更多啦 就是講俄羅斯的部分 俄羅斯的部分BBC 估計俄羅斯大概死了12萬人 那英國政府認為俄羅斯的傷亡 這個都是軍人啊 大概有45萬 那死亡我們不知道 然後這個瓦格納 瓦格納認為他死亡了就有2萬人 那這個 我是隨便舉幾個例子啦 那美國國防部的估計 認為俄羅斯應該有50幾萬人傷亡 那可是他並沒有單列死亡人數啊 有另外一個叫Metusa 這是俄羅斯聯邦統計局公布的死亡人數 是6萬4千啊 那Metusa他自己估計是7萬5千 所以我認為俄羅斯的死亡應該 如果純粹算軍人啊 應該要比烏克蘭要多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NG華108121 馬六甲忠實粉絲 新加坡前外交官馬凱塑建議 英國自動放棄聯合國 常任理事國給印度 因為英國一直以來都是當 美國的小弟 已經失去了自主的這個立場啊 亮哥怎麼看 這個不可能做到啦 馬凱塑他本身是印度裔的 所以他在幫他的印度講話 可是我跟你講這是不可能的啦 為什麼是印度 那還有很多 這個在全球南方的國家 他們也覺得他們有資格啊 比如說日本跟德國也有意思啊 為什麼日本跟德國輪不到呢 我們要論GDP啊 那印度現在也才三兆多啊 他還沒有超過德國啊 更不要說超過日本啊 那印度的工業科技 這哪有日本跟德國進步 所以你即使要提印度 也有爭議的啦 那更不要說中國一定反對 因為印度最喜歡在國際上 跟中國唱反調嘛 所以我認為這個不太可能實現啦 因為中國不會同意啦 除非你整個常任理事國 一下子要增加很多國家啦 比如說本來是五吧 那你說現在是英國退出印度補上 這不太可能啊 也會有很多人說 那法國也沒有資格啊 因為法國的GDP 也才接近三兆啊 比英國還少 那法國憑什麼 所以各種反對意見就會出現啦 所以本來大家的想法是說 欸你如果要讓那個印度進來 那可能非洲也要選一個吧 不然印度跟中國都是亞洲啊 為什麼非洲沒有 也有人說啊 那其他的那個 所得比較高的國家 那日本跟德國不是更有機會嗎 所以我覺得這種議題啊 很難這樣討論啊 因為據我了解啊 聯合國曾經 私下問過 五常的意見 就說如果我們要增加到七 那你會推薦哪兩個國家啦 據我的了解啊 中國大陸推的都是全球南方的國家 中國大陸可能比較想推的是巴西 還有南非 也沒有要去扯印度啊 那日本很可能就會推薦印度 英國也有可能推薦印度 可是美國國家都不太一樣啦 因為日本也想參加啊 不過你提的問題是很有道理啦 就是馬改碩指的這個事實啊 就是英國根本就是跟班的嘛 根本就很少投過跟美國的反對意見 所以你哪裡是什麼主權獨立的國家嘛 那如果這個五常是要代表國際上的多元的不同意見 那坦白講這五常裡面啊 最沒有自主性的就是英國 怪不得人家會這樣說你啦 可是真的 要換人我覺得是不可能的啦 因為歷史造成的聯合國五常啊 只可能被繼續延續下去啦 那只是要不要增加另外兩個國家 或四個國家進來 來變成聯合國的七常或九常 那我認為難度非常高啦 不容易啦 大家不容易有共識啦 好